我第一次看到這部片的時候,是在卡通頻道 那時,我從中間才開始看 人家的風格好熟悉,很芭比,但又不是芭比 所以就認不出來,芭比演的就是Maria 因為真的,整體看起來真的太現代了 但是還蠻耳目一新的 這次背景是在現在夏日的美國加州馬尼布海灘 最大化的美人世界,嗯嗯,還蠻酷的 直到終生買到版全部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片名是不是我看過 嗯,應該是隨便沒看過啦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是芭比畫了新的造型 我想,當人類 芭比雖然每個人的演戲雖然沒有幕後 但是以整體來說,還是可以感受得到 這部片速處充滿芭比黃金下的靈魂 那Maria的幻衣袖還是非常精彩的 對Maria本身的造型來說,就是典型的美人魚造型 因為她的造型就是金髮必演,分散掉的配色 不過我們在進入芭比斯美人日演技之前呢 首先讓我潛了一下迪士尼的小美人魚 嗯,在迪士尼做小美人魚之前,本來會像芭比那樣配色 但因為金髮在水裡面用手繪的方式呈現 會用黃色裝掉 再加上當時迪士尼旗下的金石影業 又美人魚相關的題材 甚至還直接推過金石影業版的小美人魚 也是金髮造型 為了避免會有些相關的混淆 只是史上配色最鮮明的小美人魚就將誕生了 芭比斯是以金髮為主 但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畢竟它是3D動畫嘛 再加上3D的技術進步 而且它有了之前芭比斯 幻幻先進是美人魚芭比的出產經驗之後呢 它會更是懂得金髮如何在水下呈現 簡單來說就是 掌握好光源 處理好背景色調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妨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見今天的題材 另外你跟我一樣是芭比 訂閱你的粉絲的話 不妨先來加入我的通話小宇宙 按下下方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選擇全部通知才不會錯過任何事情哦 另外關於我的美術日常 或是隨時對芭比 嗯 表示是有興趣的話 不妨正在追蹤我的IG 如果都沒有 大眼淚的關係 關係 你可以在水裡呼吸 走這邊 你的朋友很擔心你 有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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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比斯美人力 嫌棄她到底在講什麼故事呢 芭比斯是化身為半人魚公主 莫莉亞 在一次抽到比賽中 她的美人魚現象 像是頭髮長長 或是變色 意外揭露出 莫莉亞 她是美人魚公主 而且她是半人魚 莫莉亞不只是美人魚 她還是美人魚公主 你該不會也開始相信了吧 夠了 好吧 如果這是好幾年前的事 為什麼現在才告訴我 因為 你的年齡到了 美人魚特質開始出現了 她因為這些雙重身份 無法接受的不完美 同時 她的阿姨艾瑞 在海洋國度的土質之下 沒有人過得好 於是約定 踏入海洋國度 拯救海洋國度 如何接受自己 特別的身份 美人魚公主 這樣的故事 那她是要三樣東西 神聖法術 夢想魚 還有艾瑞絲帶的守護項鍊 有沒有覺得 這很愛有她女兒 Melody的故事 那如果說 巴比是在說 小美人魚的故事呢 那麼 熱愛大海的 Melody 就是莫莉亞的說影啊 但同樣是半人半女 巴比卻顯得更精彩 莫莉亞作為 瑪麗布最厲害的衝浪手 卻從未有一天 想過自己身上 可能擁有美人魚血統 總是想要變回自己 原來的樣子 並且把所有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定 但是 看見美人魚世界 逐漸發現自己 和自己所擁有的世界 密度可分 她身上的美人魚現象 出現之後呢 對她海洋國度 其實最大的夢想 已經實現啦 這一點 當莫莉亞 被Aless 退入漩渦之中 拆換夢想魚時 夢想魚 也是這麼告訴莫莉亞的 我會把你送回馬里布 你的美人魚特質也會消失 你會變成一個平凡的女孩 但是你的夢想實現啦 而莫莉亞其實也已經 接受自己 特別的身份 保護全體人民的安全 是我的責任 哇 是尾巴 真正的美人魚尾巴 就是的是喔 出片的反派 Aless剛好就是 莫莉亞的相反面 但也是少數 幾位 一開始直接 交代出 三位動機的反派 那你可以說 她是非常前衛的 法比更換反派 敵人 第一次你要完整 交代出反派的動機 也是這幾年 生人版以後的事了 那 電影中 Aless因為自己 特別無法轉動 莫莉亞 於是 莎巴 她的怒火 全都發現在海洋國度 那今天 如果她也能 轉動 莫莉亞 維持海洋生命 那是不是 最終 也會因為自己 處處不如 姐姐 可麗莎 聰明 而篡位呢 那關於 Aless 不能轉動 莫莉亞 這些事情 瑪莉亞 也是什麼 的設定 其實有幾分 是參考 希臘神話 裡的 Aless 她是宙斯 跟希臘 等人兒 是不和 跟憤怒的 女神喔 那在 伊莉亞特裡面 是 以她 同一不同 式的戰神 阿里 為姊妹 這段呢 剛好有 會因電影中 她跟姐姐 可麗莎的關係有 為什麼這部片 可以讓我喜歡 這麼久呢 我很喜歡 電影中 莫莉亞的 角色 刻畫 很強烈反映出 她對於自己的 不同 如何感到不自在 我就很記得 牧場女 對她說 要叫她送回 馬里布什 她一口回絕 不 不管我是什麼人 我都是莫莉亞 是海洋國度的 半人魚公主 保護全體人民的安全 是我的責任 但變成人魚之後 卻想要再度擁抱人類 卻覺得格格服務 我有點記得 莫莉亞她說 她想念當人類 我只是很難過 再也看不到 馬里布了 還有芳娜 跟夏莉 還有爺爺 我想念 當人類 揮抱自己 到處的獸部片 最想傳達的主題 我們或許會 因為另外一個外在 而感到自己 格格不入 但你擁抱自己的 與眾不同 會讓你更加耀眼 如果沒有看過 這部片的話 可以直接上那一筆看 因為這部片非常精彩 一起期間 如果不出門 或是隔離中的話 可以順便把這部片 在冰雪上面補起來 因為她真的非常精彩 至於她為什麼 當不了公主呢 我是說我的看法 但莫莉亞 綽綽都要符合 當巴比公主的條件 但是因為 她的身份比較特別 是半人魚 所以說目前唯一這位 被貴納在 巴比公主系列的公主 盧蜜娜那樣 直接因為沒有防止 而直接被假名 因此 只好被貴納在 任務系列 如果今天要加密 她的話呢 可能她的排名 直線上會更後面 她